现在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功与能 一个叫做功,一个叫能量 那么能量其实有点麻烦 很难清楚的跟你解释能量 虽然我们在国二就开始就说物质与能量 物质具有质量在有空间 然后带了一下能量 能量会促使物质发生变化 吸收或放出能量 但是也很难跟你清楚 没有解释到底什么叫能量 我们有个比喻,比喻就是能力 具有能量就是具有能力 能量越大就是能力越强 能量越大能力越强就会做越多的事情 所以当我有能量的时候 我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 很多事情 比如说打装机 这个大概目前也很难看到 以前高岛乌塞盖的时候 有一个重锤拉起来放下来 控控把那个机桩打到连续地里面去 所以一个高高的打装机 那个重锤有个能量 当它掉下来的时候 可以把桩打进地里面去 所以有能量可以做一些事情 好,那比如说 丢出去的球可以把玻璃打破 所以这个丢出去的球具有一个能量 可以做一件事情把玻璃打破 打玻璃打破 所以它具有一个能量 用这个方法跟各位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能量 当做是一个能力 具有能量就是具有能力 可以做一些事情 那么能量很多不同的形式 有光能、热能、化学能、电能、核能之类的 我们基本上国中很少用光能来讲光这件事情 但是国二的时候教过热能 化学能明显的题是在国三下 教电池、电解的时候 电能是这学期的尾巴跟下学期的开始 我们会提到的电能 然后最后是这一期的段考会讲到核能 所以我们会提到这些能量 那我们现在主要都会讲两种能量 一种叫动能 一种叫为能 那什么叫动能 动能就是因为运动所具有的能量 或者说因为速度所具有的能量 当我有一个速度的时候 我就具有一个能量 这能量称之为动能 所以这一些运动的测量 流出去的球 流动的水 这都在运动 都有在动 因为有在动所以就具有所谓的动能 动能公式就长成这副德性 K等二分之一 MV平方 对不对 那我们有办法用 我们有办法利用后面要教的功能原理 我们后面要教的做工 然后把这个公式导出来 我们看到这个二分之一MV平方 现在我们不做推导 只直接告诉你结论 结论叫做动能怎么算 动能叫做K给二分之一MV平方 那么所以如果以后问你动能有多大 就往里面带公式 凑进去就可以了 在我们会考的题目里面 要么就直接带公式算 要么就单纯的知道说 同样的速度质量越大呢 就表示动能越大 或者是同样的质量速度越快呢 动能就越大就可以了 注意它的单位 它的单位 我们质量单位用的是公斤 数量单位是用每秒公尺 然后要平方 所以有公尺的平方 秒也平方 然后两个乘起来之后 这个单位称之为交耳 这是我们一个能量的单位 所以现在我们用的能量单位 叫做交耳 就是公斤乘以公尺平方 除以秒平方 因为我们的速度必要平方 必要平方 就是我们的动能的公式 所以从公式看出来 一个动能大小跟质量有关 跟速度有关 二分之一 MV平方 那刚才给你提示过了 至于它的单位 这个交耳 我们古时候学过另外一个单位 什么单位 卡 热能的单位 它也是能量 它的单位是卡 所以它就有两个单位 有两个单位 就会有个换算问题 以后再跟对级 以后再跟对级 才有换算问题 所以我可能需要 我可能是知道能量有多少交耳 那请你换成几卡 然后再一算过去的公式 S等于M S等于T 好 所以请你注意一下 我的能量的单位 就是先跟各位介绍一下 动能 以及我们的能量的单位 OK吗 OK 接下来有个简单的小问题 说持用金 然后一公尺 每秒一公尺 数率 它动能有多少 这叫做简单体 就直接带公式 公式叫做二分之一 MV平方 就往里面带就好了 质量叫做十公斤 数叫一 要记得要平方 一的平方没差 还是一 所以算算就是五交耳 注意单位叫做交耳 这叫做交耳 OK 好 简单小立体 好 同理 问你们 质量 五公斤 静止 四秒后 速率会变成六 你动能有多少 这一题 可以再问一些别的题目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要问 就单纯问重能 当时问重能就很简单 就单纯带公式 公式是二分之一MV平方 问有没有质量 问有没有速度 如果都有 就往里面直接带就可以了 OK吗 好 停车 站接问 帅哥男 叫做 25号 就直接带 跟刚才一样 直接带就好了 那个4秒在这一题没有用 我可以换题目问就会就会有用 在这一题没有用 在这一题没有用 啊 15 请坐下 你答案叫做15 我不太清楚 15怎么算 你是不是把二分之一 然后呢 就二分之一乘以六 然后就变成三 三五就变成一十五 就讲你公式完全带错 公式叫做二分之一MV 比比方M叫质量 质量五公斤 似乎叫做六 所以呢 就是二分之一乘以五乘以六的平方 不要忘记叫平方 然后就算算 就是90 好 对这一题而言 那个4秒钟是没有用的 可是可能在别题是有用的 可能在别题是有用的 好 在别题是有用的 OK 这就是我们的 简单的小问题 简长动能 OK吗 OK